是 然後一個直接走中路的花錢封網 馬上被抓了一個花錢犯規 嗯 也是花球 花幾九點超過了腰部 嗯 對 這年開始呢 啊 中國隊的張南跟趙雲雷 好像還沒有把這個身體給熱開來 對 所以剛剛其實在張南來說 他想要做一個防守變線的處理 但是力道太小了 雙方最近一次交手呢 時間是 就在今年四月的新加坡公開賽的八強賽事 當時張南跟趙雲雷是直落二 二十一比十四 二十一比十六來獲勝 今天金河納在往前 感覺上還滿活躍的 對 對 所以像剛剛那個球是 其實張南處理也不是非常的好 因為沒有速度 但是又有一點偏高 好 剛剛是趙雲雷呢 直接在後排連續的進攻 對準中路進攻啊 造成了剛剛金河納在 著手反拍舊球的時候啊 掛網 應該是反拍舊球掛網 是 對 因為剛剛在趙雲雷來說 他打的第一個球是一個變線 直接對著高層線 所以一般來說 女生很少對男生做直接攻擊 當然對 趙雲雷來講是一高人膽大 可惜 對 這個競爭球應該擠壓到了趙雲雷 對 沒錯 張南的身高呢 有185公分 應該略高於高層線的180公分 嗯 哇 漂亮 對球打的這個落點非常的漂亮 對 像趙雲雷似乎毫無這個救球的這個心理準備 對 是速度太快了 對 而且角度非常的尖銳 嗯 所以這個球 攻擊的速度跟位置 時間都掌握得非常棒 好 現在也是花球犯規 嗯 但是這一次是 花球點超過腰部 還有換拍的犯規 嗯 張南跟趙雲雷以及高層線跟深白河兩人第一次交手呢 應該算是在前年的牙錦賽了 嗯 當時呢他們也是在決賽交手 那麼高層線跟金河納呢是獲得勝利 對 我身上也不簡單了 等於是當時他們打敗了等於是已經拿到奧運金牌的組合了 是 是倫敦奧運之後的比賽 對 那次的這個牙錦賽 剛好在 也是在小巨蛋 對 嗯 所以對 呃 張南跟趙雲雷來講 在小巨蛋 這樣的一個風向氣流 對他們來講 應該算是蠻能夠適應的 嗯 那麼事實上在前三天的比賽 在小巨蛋 總共劃分成為五個場地 到今天就必須做一些修正了 對 剩三個場地 剩三個場地了 對 嗯 而且旁邊還有 好像三四個這個所謂練習場 嗯 所以 他是必須說 一個就是 在一個比賽的話 你必須要有這個讓球員練習的副款 嗯 好 剛剛應該是高中炫了 呃 是 太線段了 嗯 有點運氣不太好了 嗯 嗯 所以讓 張南跟趙遠遠 最近呢 連拿三分 已經搬成了 只相差一分 這兩組的選手 比賽有一個特點啊 過去贏球的一方啊 都是直落二獲勝 嗯 還沒有打過第三局了 嗯 嗯 嗯 是出局 嗯 再往前直接做一個扣殺的動作 對 所以剛剛那個球其實是 金河那還攻擊的蠻大膽的 嗯 他是朝著張南做一個近身內側 所以 因為 也拿到了突擊的效果 對 嗯 等於這個 兵法上所講的 出其不易 趁其不備 對 沒錯 沒錯 剛剛 高成炫在 後排之階 呃 打了一個非常貼邊線的好球 對 這個球 也是攻擊的速度 還有角度也非常的好 嗯 用的是一個變線的打法 但是打的是直線的位置 這球張南雖然是要分球 可是他把這個球是挑的差不多 太高了一點點 對 第一個他挑的有一點高 所以讓這個高成線有做變線的處理 嗯 所以 也被這個高成線的球拍的方向給迷惑了 等於在高成現在出手的時候 事實上他的拍子有做一些變化 對 好 所以 本來一般來說我們常看到的是 打對角的變線攻擊是比較多 嗯 但是同樣的打法 他攻的是直線 嗯 就是 感覺上好像有點像棒球比賽啊 打者以為投手要投一個變化球 沒想到他投了一個直球 哈哈 所以有點讓他 對 就是我與我乍 對 沒錯 嗯 就是我要攻的位置 我就是讓你要出起不易 讓你想不到 你認為我說 如果我不敢打你這個位置的時候 那我就偏打你這個位置 對 有時候就是會這樣 所以就是 戰術還有就是變化 都要能夠了解 都要能夠做得非常的到位 好球 今天高成線的這個拍子相當的重 對 相信之下張南好像還沒有找到很好的機會 是不是趙雲磊所創造的機會還不夠好 對 沒錯 今天其實趙雲磊跟金河在往前的這個對峙上 他目前來說還沒有站到上風 通常趙雲磊跟對手 這個對峙很少在落居下風的了 對 哦 哇 這球 應該這內 嗯 趙雲磊是去年 等於是BWF世界語聯 所選出來的最佳女子羽球選手 是 是 而最佳男子羽球選手 同樣是來自中國的成龍 當然當時 最主要是 趙雲磊呢 跟張南呢 已經 締造了25連勝 從市井賽開始 到這個年終的所謂的這個 八強賽事 打了一波25連勝 相當的不容易 對 這個球 是一個很好的防守 完了以後 趙雲磊馬上跟球上網 這個就是 這麼好的選手 他要做的 就是能夠做到這個樣子的水準 所以 他不怕球 好 就算這球打來了 他還有能力出進 而且能夠專手 圍攻 而且甚至於得分 對 可惜剛剛張南這一球 好像沒有處理好 讓高城縣抓個正著 直接再往前起拍 直接就是一個中扣得分 我們來看 哇 對 今天張南這樣的處理球 已經有好幾個了 都直接被往前給抓到 那高城縣跟金河呢 事實上在今年 在所有的這個超級系列賽事啊 打得並不是說 呃太出色了 除了澳洲野球公開賽啊 打進了準決賽 其他的賽事 包括印尼 新加坡 馬來西亞 還有全英公開賽呢 呃 都沒有打進四強過 是 而且其中在新加坡跟馬來西亞 兩個公開賽 當時呢 呃 張南跟趙雲磊都扮演了 藍路虎的角色 嗯 他們都是輸給了這兩位選手 今年事實上 這個兩組選手啊 過去已經三次的對決了 包括全英公開賽 呃 馬來西亞公開賽 跟新加坡公開賽啊 都是輸給了 張南跟趙雲磊 嗯 換言之呢 今年 呃 高承軒跟金河磊 打了十二勝八敗 其中有三敗 是輸給了張南跟趙雲磊 是在新加坡馬來西亞 以及英國三個 超級系列賽事的 這個 比賽當中 嗯 這個連續追回來兩分 �順 嗯 好 這個打得非常的近身 直接兩拍都是對準的金和納 對 兩拍都是打得近身 一個是一個外側 再打一個內側 再來攻的是內側 所以金和納在這個防守的時候 他只要攻到內側的話 他就沒有位置可以揮拍的空間 這個在羽球比賽 尤其是混雙比賽當中 絕對沒有這個聯翔習慾四個字 沒有沒有 所以聯翔習慾的話 大概這個比賽就贏不了了 對 好不容易 在一路苦追6比6 平手之後再一次的平手 這是在第一局雙方第三次的平手 可惜 在9比15之後呢 張楠跟納最近是連拿4分 對 剛剛金和納想要做一個往前的過渡 但是沒有過往 除了1比0領先之後 這是再一次領先 13比12 這位是張楠 來自中國的這個北京啊 父親是 面低師父啊 計程車司機啦 不過他 確實這個奧運的這個金牌得主啊 相當不簡單 是 通常因為中國大陸啊 一般來講啊 所以這個運動選手 大部分都是來自所謂的運動體育世家 大部分 大部分 像張楠的父親是一個自行車司機 但是能夠把詹籃培養成這樣的一個選手 這個父親也是蠻偉大的 對 像這個趙雲磊啊 他是體育世家 他的父親呢 就是一個籃球教練 那麼媽媽呢 是網球教練 所以他變成打羽球了 所以等於是 父母跟他每個人的專長都不同 但是相同的是 他們都是來自這個運動的家庭 這一波無比0的攻勢啊 現在暫時畫上了休止符 高承炫跟金河納 目前仍然是落後1分13比14 同樣又被抓 這個高承炫 第二次被抓了 擊球點超過晚步 還有甚至以換拍的換歸 在上一屆的世大運呢 當時高承炫呢 就曾經獲得了這個男子 旅球雙打的金牌 旅球雙打的金牌 金河納也沒有到後場去補位 從這幾點 最近這段攻勢來看 張南跟趙雲雷 他們的韌性還是十足 從9比12落後3分到現在16比13 現在已經是17比13了 最近是打了一波8比1的攻勢 在關鍵時刻 他們就是能夠壓制對手 當然 這個就是一定的這個 在排名這麼高的選手 他就是有一定這樣穩定的這個 仔細保持的能力 所以像其他的選手就是比較問題 對 他就是高低的起伏 落差會比較大 又是一個花球犯規 今天這個八球是很抓的 八球犯規 還是抓得滿嚴格的 哇 可惜 這球高層線的這個整個打法 思維非常的靈活 把這個球往後場一推 可惜就是力道差了一點點 對 這個球其實在這個變換位置的這個 實際上處理的非常好 就是稍微可惜 有可能也受到了一種順風的影響 其實是打了一個非常棒的這個 往前處理球 對 哇 完全看趙雲蕾一個人在表演 是 趙雲蕾跟張楠 這個兩個人的攻守實在是 看起來好像在跳這個雙人華爾茲 非常的攻守有序 他們的走位 你可以看到好像兩人是好像是一條線 這個把他們綁住一樣 對 其實你在看 在對這個 金河蕾的聯繫警的晉身壓迫 金河蕾已經倒了 但是在這個整個的趙雲蕾的棘手的動作 他是沒有一點鬆懈的 我一定把你看到這個球落地了 他才放鬆下來 嗯 好 現在高成全跟金河蕾還是落後四分 看怎麼在這個關鍵時刻 把這個球給追上來 看機會大不大 尤其是在這個奧運的黃金組合 奧運金牌的黃金組合 張楠跟趙雲蕾拍下 要贏球的確是蠻困難的一件事情 現在已經來到了整個比賽的局末點了 對 20比15擁有五個局末點 剛剛張楠跟趙雲蕾是打了一波十比二的攻勢 從落後三分變成領先五分 奠定了現在 應該算是有點勝利的基礎了 一個直接抓往前 對 對 剛剛 又是趙雲蕾在往前 直接造成了高成線的失誤 張楠跟趙雲蕾呢 原來是 在第一局的前半是一路落後 那麼 在最終呢 在第一局的後半段呢 打了一波 大概是 十二 等於是十二比四的攻勢 對 沒錯 等於是逆轉反敗為勝 對 在整個第一局點 是 所以第一局在剛開始的話 其實金河蕾的表現 是比趙雲蕾要來得出色的一點 但是後續上 趙雲蕾就完全去抓住了往前 也製造了他往前的得分能力 相對的 在金河蕾 在這一段時間 你就看不到說 在高層線有後場太多攻擊的機會 但是高層線有很好的攻擊機會 但是到最後攻擊的機會沒有了 當然比數就會被拉開 對 終究張楠跟趙雲蕾呢 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組合了 所以打得特別的能夠讓對手 沒有辦法抬起頭來 尤其是他們針對對手的一些策略 都滿能夠在現場發揮出來 對 而且這個整個表現的穩定度 所以我們在講好的選手 就是他的穩定度 那這個排名比較低的 他有時候會表現非常好 但是有時候表現的落差就會比較大 好 現在來到比賽的第二局 那麼張楠跟趙雲蕾呢 從去年的試錦賽 打了這個拿到冠軍 這球應該是出界 但是 結果還是算界內 對 可能這個現審還是判得世界內 對 按照這個黃金大獎賽的這樣的等級 我們中華台北球公開賽 屬於黃金大獎賽等級 是沒有所謂的英言挑戰制度的 從去年的8月的試錦賽 到仁川亞運 在丹麥公開賽 中國公開賽 香港公開賽以及超羽年中總決賽呢 張楠跟趙雲蕾都是保持全勝 當然到了今年呢 他們也是一樣 直到了在印尼公開賽 決賽拿到亞軍輸給徐城跟馬金 在這個之前呢 他們包括今年的全英公開賽 馬來西亞公開賽 新加坡公開賽 雅錦賽 甚至蘇里曼貝啊 他們都是沒有嘗過敗擊 45連勝 可惜 張楠今天這樣的球 已經是出現了 應該算是第三個 再往前 處理的速度不夠 但是又有點偏高 很容易被對手給抓住 這位是韓國的選手金河娜 不過金河娜今年開始好像已經完全沒有打這個女子雙打了 對 對 那麼過去呢 他搭檔是南韓的鄭景雲是搭檔女雙 現在鄭景雲是已經改跟張毅娜來搭檔 而金河娜呢 就是專門跟高成縣來搭檔混雙 這女子雙打方面呢 他就暫時休兵了 對 對 其實我們在看 剛剛高成縣的那個攻擊球 他打的是有一點變數 這個球打得非常好 這兩分拿得都非常的棒 非常的實在 高成縣跟深白者呢 最近是有連得三分的攻勢 在第一局呢 他們也曾經一度有連拿四分 這球送的不夠遠啊 剛好送到張南的拍下 讓他直接能夠在前排就舉拍得分 直接進攻得分 像剛剛在趙英雷的攻擊 其實張南他知道說趙英雷可能會打哪裡 所以他已經上前準備上網去封那個球 對 這就是默契 這就是整個流暢度 對 換句話說你打雙打 不只說要預判對手 你也要知道隊友怎麼打 對 所以這非常重要 就是你相信你的隊友這個球他會攻阿 你相信你的隊友這個球會做怎麼樣的處理 你才能夠做一個非常好的聯繫動作的處理 對 這就是所謂這個雙打最重要的一個所謂預判能力 事實上不只是雙打如此啦 單打對預判能力也很重要 嗯 當然在台北這個我們台北公開賽在小巨蛋所舉行 據說啦因為風比較 氣流比較強 所以會多多少少對所謂預判的這個能力會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干擾 如果說齁 我們做這一個解釋 同樣的一個解釋就是 以同樣應該在小巨蛋 他的風因為太大 所以上面有這個 我們所謂的就是亂流了啦 他並不是說只有側風逆風順風 他是上面有一點亂流 但是一個一流的選手 你就必須要有這個隨時去克服場地對你不良的因素 而且甚至於在融入於你的戰術當中 對 這才是最好的選手 你不能怪說上面有氣流 氣流不是只有催你 兩個選手都有 對 所以昨天在稍微跟這個世界排名第二的單半選手約更生在閒聊的時候 他就特別談到這個台北小巨蛋的這個氣流對他來講 是有影響 但是他說是有意的影響 是一種助力而非一種阻力 對他來講 他可能非常善於用這樣的一個氣流 然後來發揮他所謂的瞬間攻擊的這樣的一個特色 對 所以就是把這個阻力化成是你可能最有力的因素 這個才是一流的選手 應該要有的 你不能老是怪驗天游人 這個球場順利風 這個球場有側風 有亂流 但是球場如果是有這樣大的一個因素 但是對選手同樣都是相等的 好剛剛是張南直接在往前的直接進攻得分 剛剛我們回到這個球場氣流這樣的一個話題 事實上這個所有的好手啊 所有的球場大概所有氣流都完全不同 對 對 所以你就必須要能夠去適應跟克服 好 畫助力為 畫阻力為助力 對 才是你最好的一個處理方式 嗯 所以其實非常明顯的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所謂的一流選手 他對這個球場的掌控能力就會非常好 好 他的這個失誤調整的能力 他能夠調整在最低 那如果說一般他的技術很好 但是他沒有辦法去處理球場不良的因素的話 他的失誤就會來得比較多 好 這個就是在一流的選手跟一般選手 他有很大的差別 好 出界 可惜高城縣想要做一個防守的選手上網 但是角度太大了 這個球是 金河納往前點 這個放網的位置放得非常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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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比賽來到了8比8的屏幕 平手在第二局 嗯 那麼從2014年到2015年啊 張南跟趙雲呢 可能應該算是全球這個混雙啊 表現最傑出的這個一隊搭檔啊 他們總共已經拿到了這個十個冠軍了 參加了17項的比賽 拿到十個冠軍 對 這個冠軍呢 還不包括 呃 所謂這個 呃 這個亞 當亞運是男女這個 分開了啦 沒有這個 所謂的這個 像蘇黎曼杯這樣的一個冠軍了 是 嗯 好 好 這個位置 做一個對角的處理 但是 這個球處理的速度跟角度也都處理得非常好 所以 因為趙雲裡想要做一個直線的抓球 但是沒有想到高城縣這一個球打的是一個對角 出界囉 嗯 張南非常老經驗的啊 頭一撇啊 就散掉了這一支球 對 很清楚的出界 所以直接就放掉 嗯 嗯 這球換成了趙雲裡把條橋出界力道大了 來到了B2局的雙方不斷的打平 現在已經是來到了第七度的平手了 嗯 張南的接發球失誤 嗯 好 這個接發球失誤呢 讓高城縣跟金和娜呢 最近打了一波5比2的攻勢 帶著11比11分的領先 來到了第二局的休息時段 還不錯 高城縣跟森白的身上 看起來在整個第二局的前半啊 跟張南跟趙雲裡啊 打得還蠻僵持的 是 嗯 就是 這之前我們就有在談過的就是 在一流的選手跟這個整個 他是不是能夠維持這樣的穩定 好 就是到後面 第二局下半段的最主要的關鍵了 高城縣跟金和娜 今年在澳洲羽球公開賽 曾經打到了四強準決賽 當然今天要過張南跟趙雲裡這一關呢 是最難過的一關 因為他們今年呢 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跟全英公開賽啊 也都是在八強副賽碰到了張南跟趙雲裡 奇怪啊 非常非常的有緣 結果都是一球了 對 所以今年雙方交手了 等於是交手了三次啊 全部落敗 所以沒辦法打進最後四強 當然最終呢 呃 除了這個 呃 應該說這個新加坡馬來西亞跟全英公開賽呢 事實上張南跟趙雲裡最終都拿到了這個 混雙的冠軍 是 剛剛是高承軒的接花球的一個幸運球 對球應該算說是張南他在往前的手法有一些變化 讓高承軒的這個起步一開始就慢了 慢了 嗯 有一點被迷惑到了 嗯 哈哈這個位置沒有打 這個位置兩個人沒有站好 嗯 像這球按照這個張南的打法 他是不是也稍微有做一點拉打的動作 也就是最後有稍微剎車一點 有一點剎車 所以其實力道不是很重 對 但是問題就是兩個人在高承軒跟金格納 兩個人在打這個球完了以後 位置沒有站好 所以直接弄出一個很大的漏洞出來 嗯 這球還是趙雲雷呢 把這個球挑得太遠了 對 這球最終是造成出界 來到了十三比十三 好 漂亮 往前的這個大對角啊 這個動作做得很漂亮 可惜 飛行的長度長了一些 對 其實雙方面在往前的這個對峙上 都做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所以也讓對手產生了一個步伐上的一個失誤 好在第十一度平手之後呢 高承軒跟金格納 喔 漂亮 只能說剛剛 張南為了要救球把這個位置空出來 沒錯 讓高承軒有一拍直接落地的得分機會 對 其實應該算是在金格納那個往前的處理球 處理得非常的棒 也讓這個整個張南跟趙雲的步伐有一點亂掉了 嗯 相當不容易高承軒跟金格納最近打了一波三比零的攻勢 這是他們在整個第二局當中第二次連拿三分 現在取得十五比十三領先 兩分的領先呢 也是他們在今天第二局的比賽 哇 這球救得漂亮 第一次能夠領先對手兩分 哇 好球 這球救得 當然對趙雲奈來講啊 他能夠救到這球已經相當不簡單了 嗯 當然結果是剛好讓對手直接再往前扣殺的機會 對 嗯 這是一波連得四分的攻勢 高承軒跟金格納呢 在第一局也曾經有過一波連得四分的攻勢 這是第二次 在第二局是第一次 靠著這一波連得四分的攻勢 現在十六比十三 領先對手張南跟趙雲奈三分 嗯 剛剛特別強調啊 在過去他們交手六次的這樣的一個記錄當中呢 從來沒有說有打三局的 是 換言之如果高承軒跟金格納第二局拿下來的話 可能就必須要打第三局了 對 來 角度太大 剛剛張南跟趙雲奈呢 借著對手這個往前的一個大角度呢 稍微止血 而且把比分追成四比十六 還是 有濃厚的機會啊 好可惜 張南想要做一個角度上的改變 但是可惜力道稍微小一點 看樣子的機會真的要打第三局的機會現在是越來越濃厚了 現在十八比十四高承軒跟金格納現在是領先四分 好 雙方呢過去交手六次 除了第一次跟第二次呢 是高承軒跟金格納獲勝 那麼緊接著四次呢 張南跟趙雲奈都獲得勝利 已經拉出了一波四連勝了 好 不過當然張南跟趙雲奈他們在關鍵時刻 總是意高人膽大 而且打得非常穩定 相對來講啊 他們好像比較不容易失常 對 嗯 沒有大起大落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啊 可惜 趙雲奈在最近這個幾個重要的關頭啊 打了不少失誤球 是 讓對手高承軒跟金格納呢 最近打了一波七比二的攻勢 嗯 這球是標準的所謂的非受過境的失誤 啊 沒錯 不應該失誤的應該算是蠻好處理的 對 就算不是得分球 但是也蠻好處理的 非常漂亮的對角的一個瞬間手腕的躲動打滑 變成是一個對角 對 那麼高承軒跟金格納 靠著最後這一波九比二的攻勢呢 以二十一比十五搬回一城 哎 雙方比數呢 事實上第一局跟第二局都是一樣 只不過是 就是 贏球的一方啊 是換了人了 對 所以雙方必須要打第三局來一決高下 嗯 在今年的台北羽球公開賽呢 張南跟趙雲雷在第一輪跟第二輪呢 都是直落二獲得勝利 那麼高承軒跟金格納呢 在昨天第二輪的賽事呢 是打了三局啊 才 擊退了印尼隊的Andrey跟瑪莉莎 所以打的相對來講是比較辛苦 不過剛剛我們也特別談到 過去張南趙雲雷及金格納跟高承軒交手六次 那麼高承軒跟金格納所以能夠連贏啊 第一次跟第二次連贏兩場 而且取得連勝啊 那證明他們是贏得應該也不算太僥倖 啊對當然啊 他們就是多少在整個 在能夠跟張南跟趙雲雷在一個對峙當中 能夠拿到兩勝 其實也是表示他們有一定的穩定能力 但是相對的就是他們的起伏比較大一點 對 有能力贏球 但是這個有時候表現好與壞的這個當中 他們的這個沒有辦法做一個很穩定的方式 好現在要來到了第三局關鍵時刻 要做最後的攤牌了 您所收看的是2015年中華台北球公開賽 今天我們為您轉播的八強的賽事 哎呀 嗯 剛剛趙雲雷是不是打到拍框了 對 速度啊跟方向完全失去了控制 我們除了今天從12點開始為您帶來轉播的服務之外呢 我們明天在四強準決賽一樣啊 要為您從中午的12點開始 連續轉播到大概晚上大概七點到八點之間了 對 超過這個七場的比賽啊 希望能夠讓所有的這個觀眾 羽球觀眾所有的球迷能夠一保眼福 嗯 嗯 嗯 剛剛打的是算是一個虛空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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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今天除了我們現在為您轉播的第二場比賽 是混雙的比賽 由張楠 趙雲雷畫面上我們所看到的這兩位選手 對戰韓國的高城鮮跟金河那之外呢 我們即將為您帶來的啊 還有女丹啊 泰國的伊瑟龍迎戰南韓的裴炎珠 以及啊 我國的戴茲穎要迎戰日本的佐藤亞鄉 那麼今天的壓軸戲呢 是我國的周天成要迎戰丹麥的約根森 這是男子單打的比賽啊 可以說是好戲聯台啊 請您這個守住啊 緊緊的守住我們博斯魅力網啊 我們為您帶來緊張刺激精彩而且好看的比賽 過來 哇 漂亮 嗯 漂亮 機會應該來了哦 不過剛剛金河那救的也是非常急事 這個算是過往急墜大角度的分球 反而讓趙雲雷有點分心了 對 其實趙雲雷剛剛那個球打得太小心了 嗯 他有直接封網的機會 但是他做一個就是往前的對角處理 這個球似乎打得有一點太保守了一點 也許在趙雲雷這個心裡想 這個這個機會應該抓到了 不必不費摧灰之力就可以得分 沒想到這個金河那的補位補得相當急實 對 尤其在第二局後半段開始 金河那的表現又非常好的 嗯 嗯 嗯 連續兩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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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去年市井賽啊 去年八月下旬的市井賽 到目前為止啊 事實上張南跟趙雲雷啊 將近十一個月啊 只輸掉一場比賽 嗯 四十五勝一敗 是 所以今天當然啊 以他們的實力來講 呃 以他們的穩定性來講啊 是 要輸球 呃 這個運動彩密可能不太相信啊 嗯 嗯 但是 即使今天在趙雲雷往前的穩定度 沒有以往來的好 嗯 嗯 也許每位選手啊都有所謂的高潮跟低潮了 對 嗯 嗯 因為我們都知道 現在為您帶來的這個今年的中華台北宇球公開賽啊 是下個月 8月10號到8月16號 呃 年度世界宇球錦標賽的熱身賽了 嗯 當中啊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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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比賽了 對 嗯 所以啊 為了來這邊打熱身賽啊 當然也順便賺奧運的積分啊 呃 所以所有全球的好手都來到了啊 台北的這個宇球迷這幾天真的非常有嚴覆 嗯 嗯 機會來了 哇 果然不錯連續三拍 好球 最終呢還是由趙雲雷在往前直接起拍 拍起 球落 直接分數到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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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漂亮 嗯 高層劍的手腕躲動的變成是一個角度上的改變 所以讓這個趙雲雷再往前上 他的位置已經有一點被調動 嗯 嗯 嗯 張楠的結法球出界 高層劍跟金河納呢 目前的世界排名呢 也是世界排名第十 嗯 張楠跟張楠也是世界排名第一 是世界排名第一跟第十的 嗯 兩組的選手的對決 啊 不過現在來到第三局高層劍跟金河納呢 現在仍然是擁有些微的領先優勢 哇哦 這球分球分得也很好 對 嗯 不過趙雲雷似乎比較有自信啊 他腳步並沒有移動 他是把自己的身子做最大的伸展啊 嗯 這個移動的還是說 這步跨的不夠大步 對 其實他就是這個球啊 他基本上是腳步沒有更好 嗯 嗯 這球呢 好不容易啊 呃張楠跟趙雲的啊 稍微止血了哈 嗯 剛剛高層劍跟金河納呢 是連拿三分 雙方還是兩分差 嗯 打到這個時候 說不定高層劍跟金河納 他們的信心也許慢慢起來了 會 絕對會的 嗯 這是雙方啊 過去交手六次以來 從來沒有的一個現象啊 第一次打到第三局 才 才要一分勝負了 是 嗯 過去啊 不論是高層劍 金河納贏球 或者張楠趙雲的贏球 都是直落二來獲勝 好啊 好啊 走 7 5 走 哇 這個反手拍打得 呃 掛網 可能張楠自己都不太相信 嗯 好 一樣高層劍呢 這次的失誤呢也是非常的輕易 對 所以現在張楠也是自己的灰色波性失誤 那相對的高層劍也是同樣灰色波性的失誤 哦 被抓了 剛剛是金河納非常機靈的隨球上網 逮到機會呢 呃 毫不留情 來到了九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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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太快還是位子沒站好呢 嗯哼 坚而有之哦 對沒錯 其實兩個都有 其實應該是有一點速度 但是也造成了這個金河納壓迫 但是如果說金河納沒有處理的話 高層線後面來補這個球 應該是會比較好一點 哦 角度開了 嗯 打得太開了 嗯 當然可能是因為這個對自己的要求太高了 希望把這個角度打得高一點 沒想到 呃 也要付出一些代價 哦 緊接著呢 張楠在後排也做一個非常犀利的攻擊 嗯 再把比分緊咬還是回到一分差的比賽 對 來到了第三局 雙方在前兩局呢 獲勝的一方都是二十一比十五 來到了第三局 賽會的第一種指 張楠跟趙雲納要面對第七種指 高層線跟金河納的挑戰 嗯 打到目前為止啊 張楠跟趙雲納應該算是 呃 稍微受到了一點這個虛驚了 嗯 因為來到了第三局 而且 到目前為止 比分始終還是沒有辦法拉開 對 對 那麼在第一局呢 事實上 張楠跟趙雲納 逆轉過來 可惜在第二局啊 幸運 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對 來到了第三局 看樣子 呃 高層線跟金河納 或許慢慢對 呃 張楠跟趙雲納的這個 這個求風求路啊 慢慢能夠掌握 或許呃 在第三局的後半段 對雙方來講 是一個嚴酷的考驗 雙方都必須要 找到一些 所謂 見縫插針的機會了 是 其實 張楠跟趙雲納今天 他們的失誤 就比以往來的多 那相對的在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 在金河納整個往前的 處理球上的變化 他到後續上 他的表現都非常好 所以也造成了說 在張楠跟趙雲納 有很大的威脅 所以在 這個比較我掌的 這個狀態之下 其實 才會拉成說 這樣僵處的一個幾面 噢 剛剛應該進了 不過這個球救得起來 這個趙雲納實在不容易 噢 應該斷線 對 剛剛 高成炫跟金河納 沒有把這一分拿到 而且最終還是因為斷線 把這一分送給了對方 或許 現在來到11比11平手 或許會變成一個 雙方很重要氣勢的轉捩點 噢 剛剛 應該是球派斷了 噢 這是第三局的第五度的平手 說不定這個幸運之神 噢 剛剛是來眷顧的 噢 那當然 有可能做一個轉換 對 原來在第三局 大部分時間都是張南跟 哇 這一球 哇 這一球 哇 這一球 好球 哇 這次背後救球 而且直接落地打出 非常漂亮的防守得分 對 防守制勝球 哦 應該戒內 戒內沒錯 沒錯 剛剛 事實上這個憲審已經做了非常明確的手勢了 對 因為這個我們處於 中華台北宇球公開賽 屬於黃金大獎在等級了 等於沒有所謂英言挑戰制度 是 等於是憲審說了就算 是不是這樣講 對 但是如果說裁判認為說 裁判 還是有最終的裁決權 他有最終的裁決權 對 如果說這個球判得有一點太離譜的話 他可以改判 哇 這球舊的 飛行的這個長度 一些高度都有問題 對 今天就是我們在說了 今天張南這些處理球都有一點問題 都沒有做到一個速度 還有這個高度角度上的這個 都太高了一點 所以很容易被往前給抓住 喔 又是一個失誤 在小二比小二平手之後呢 張南跟 應該說張南個人 發生了連續兩次的失誤 是 沒錯 讓對手連打兩分 喔 又是一個失誤 這個失誤換成是高成炫的失誤 讓張南跟趙遠遠呢 把分數給要回來 現在是三比十四 還是回到一分差的比賽 喔 被拿了一張黃牌 是不是有拖延比賽的嫌疑 是 好 今天張南打得到目前為止來講 應該可以說是相當的反常 對 失誤太多 對 來到關鍵時刻呢 張南跟趙遠遠的失誤呢 比平常要多得多 是 剛剛好像這個金河南有點重計了 沒想到張南他先放一個小球 等金河南把這個球挑高的時候 張南就站在原位啊 直接跳起來直接扣殺得分 還是回到一分差喔 還有機會 對 其實現在雙方面考驗的就是一個耐心跟穩定度 對 現在才是真正進入比賽高潮的一刻 哇 漂亮 這個球 就是 完全趙遠遠一個人立功 對 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還手為功 他打了一個很漂亮的這個對角分球完了以後 他馬上向前 而且連續攔住兩個球 這個就是我們一直在強調的 就是我們的選手是不是有這樣的能力 是不是有這樣的膽識 這個是最重要的 除了能力之外啊 剛剛廖志賢老師特別談到的膽識啊 這的確是應該算最重要的一個 所謂球技突破的一個關卡 對 可惜剛剛發球是不是有發生的犯規啊 對 沒事了再來啊 好啊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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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角 漂亮 完全抓到了趙遠遠準備 可以放一個往前的角 對 這是金和納建功 也是一個漂亮的一個防守晚的 又隨球上網 對 這個我們就後續上 我們可以去看看 而且確實在金和納今天的表現 也確實在隨之之上 對 剛剛廖志賢老師特別談到 這個防守後的隨球上網 哇這球 哇 應該算是張南的一個隱形的失誤啦 這個球就得剛好球過網 讓金和納得以隨球上網 直接中扣 中扣得分了 是一波連得三分的攻勢 對 這些處理球張南都今天打得都不是很好 對 所以今天張南跟我們所看到的張南 以往的張南是有一點落差了 嗯 然後可能出 欸 界內 這球還是界內 哎呀 這個幸運之神 很明顯的要建固高承軒跟金和納了 這是一波連得四分的攻勢 嗯 應該是高承軒這一個球打得有一點煞車的打滑 有一點拉拍 所以這個球出現就不會有太大的角度 哇 可惜這個要做角度的變化 張南還是把球打成了出界了 嗯 讓高承軒跟金和納呢連拿五分 這是他們今天比賽三局比賽啊 連續得分最多的一刻 已經擁有五個賽末點 嗯 哦 又是靠著幸運球連拿六分 在十五比十五平手之後呢 高承軒跟金和納連拿六分 以二十一比十五非常巧合的三局的比數都是二十一比十五 是 當然高承軒跟金和納呢在第二第三局啊 是拿下了這個局數 所以總的局數來講是二比一獲得勝利 而且比較不可思議的是張南跟趙映蕊 從上一場比賽這個印尼的公開賽的決賽輸掉 到今天可以算二連敗 可能是兩年來從來沒有的現象啊 對 從來沒有說兩次二連敗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最主要的 我們要征戰的就是在整個金和納的往前處理 他絕對不在這個趙映蕊之下 而且打得非常勾敢